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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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木剧和庙剧两部分 木剧由各孔氏后裔自行祭拜 主要有扫墓 标坟 祭拜 坟址等环节 时间在每年清明节 庙祭是重点 由全族人集体参与 地点在举西孔氏家庙 时间在孔子诞辰日 每三年一大祭 主祭人一般为孔义长孙 宗室各房选派代表 参计者有几百人 庙祭环节主要包括 大典前夜亥时 贝太劳及五谷瓜果 供奉于圣像前 此时 孔庙内享九季罗 卯时 主季 培季等 到本村文宣亭迎圣 四时 祭祀人员在孔庙就位 二 祭祀 鼓乐演奏 读论语章句 祭拜 主祭人 敬香 献博 陪祭人 献诀 敬天地祖宗 孔氏后裔行侍殿礼 并依次敬香 主祭人 读祭文 全体人员三鞠躬 礼弼 三 民俗表演 仪式结束后 孔庙内开始表演 秧歌 铜钱鞭 莲花烙等民间艺术 同时 孔氏后裔分作肉 目前 雾州南宗祭孔活动 已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民众参与积极性得到提高 也展开了一系列的保护行动 举西孔氏家庙 在2006年 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举西孔氏家庙 地理位置偏僻 规模较小 部分家庙建筑和装饰构建 尚需修缠 孔氏后裔历史上 隐居山村举西 低调淳朴 不为外人所致 影响力不及渠州南宗 孔孔活动涉及人员多 程序复杂 内涵丰富 但祭典仪式掌握者 年龄普遍偏大 年轻人缺乏深刻的理解 许多珍贵的祭典仪式 和相关知识 面临失传的危险 急需得到保护 为了保护与传承好 这份文化遗产 我们制定如下保护计划 一是深化田野调研 搜寻重要文献 编撰雾州南宗 祭孔资料集 二是修缮孔氏家庙 添置祭孔用器 建设专题文化馆 三是完善传承体系 建设传习所和传承基地 四是加强孔氏南北宗交流 扩大宣传力度 建设教学基地和校本教材 武士加强 雾州南宗研习机构建设 深化学术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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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